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,销量已迎来连年增长,但动力电池的安全性、续航里程、回收等难题依然是行业面临的痛点。 近年来,固态电池作为锂离子电池终极技术路线之一,逐渐成为全球各大车企和相关产业链竞相角逐的焦点。 作为最早入局固态电池自主开发领域的车企,经过多年公关,东风公司相继掌握了固态电池电芯、系统及整车搭载应用等开发技术,并以强大的科技实力获得国内首个固态电池车型公告,打向固态电池产业化第一枪。 当前,东风公司正着眼第二代、第三代固态电池,以其自主淘河电芯开发布局固态电池全价值链技术生态,全力打造东风固态电池原创技术测源地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星球热点,国家大事从不缺席,舆论场中抽丝剥茧,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 点赞加关注,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 自2018年起,东风公司就成立固态电池项目组,开展固态电池、固态电池系统技术研究。 2019年7月,第一代固态电池系统开发完成,次年6月,成功开发第一代固态电池系统的整车。 2022年1月,由东风公司与干风离业合作开发高比能固态电池,成功在东风E70搭载,并在工信部获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,获得免税许可。 这是国内首款获得免税许可的固态电池乘用车。 同时,也标志着东风公司率先迈入固态电池乘用车量产时代新纪元。 目前,东风公司已完成小批量固态电池,整车开发、试制及运营。 50台搭载固态电池的东风风神E70已在浙江、河北、江苏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等6省10地开展示范运营,运营里程超50万公里。 进一步证明了东风固态电池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产业化可行性。 去年6月18日,干风黎叶在互动平台表示,公司第一代固态电池在东风E70上实测续航超过500公里。 东风E70所搭载的固态电池采用全球领先的固态柔性隔膜技术,单体通过了穿刺、50%挤压大变形等严苛测试, 放电温度高达60摄氏度,热箱180摄氏度无异常,电芯安全优势突出。 固态电池模组采用铝合金框架加高精度拼缝激光焊接技术,减少冗余结构,乘组效率高达86%。 针对固态电池持有的化学性质,结合大量实验数据,在BMS算法上实现了量身定制,历经不断优化,形成了稳定可靠的电池管理系统。 今年2月8日,针风锂电再次宣布,搭载其三元固液混合锂离子电池的纯电动SUV赛利斯SERES5规划于2023年上市, 目前,重庆针风20几瓦时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项目正在建设中,规划建成国内最大的固态电池生产基地。 据小编了解,赛利斯SERES5预计于3月开始交付,截至今年3月份已获得订单2.5万台。 那么,什么是固态电池? 与传统锂电池相比,固态电池在安全性、续航里程、成本各方面有哪些优势? 传统锂离子电池一般由正极、负极、电解质以及隔膜四大核心部件组成。 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代替了传统锂电池的电解液和隔膜, 并且在高比能、高安全性、长寿命等方面有明显优势。 同时,固态电池的制造工艺能兼容液态电池工艺80%以上, 因此,尽管性能提升,但在产业链结构及成本等方面与相同体系液态电池相当。 固态电池在整车上的应用可以为客户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, 同时,极大程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、安全焦虑。 2022年8月,在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, 继第九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科技创新专项赛上, 刘敏博士牵头的东风车规及固态电池开发及产业化项目, 从6500个项目中脱颖而出,夺得创新组全国赢奖, 擦亮中国自主新品牌。 随后,2022年12月15日,东风旗下蓝图品牌正式发布追光轿车, 其中,82千瓦时版本搭载的是固态电池包, CLTC工矿续航里程为580公里, 首批新车已经于2023年1月13日量产下线, 将于今年上半年交付。 东风公司正在研发的第二代固态电池, 在高安全性的基础上还具备更高能量密度的特点, 预计2024年上半年可实现量产搭载, 届时整车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。 除了前面提到的东风E70和蓝图追光, 2023年还将有不少搭载固态电池的量产车正式落地。 就在最近的蔚来媒体沟通会上, 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宏表示, 搭载150千瓦时固态电池的车型将于今年上半年推出。 按照之前的产品规划, 该车型很可能是蔚来ET7, 电池来自蔚蓝新能源。 该公司已经在2022年11月在浙江湖州举行了车规级固态动力电芯下线仪式, 电池包能量密度为360千瓦时每千克, 充电10分钟就可补充400公里续航。 近日,福能科技已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, 目前公司已有固态产品实现了量产装车。 此前消息显示, 福能科技的固态电池中式样品, 能量密度已达到330千瓦时每千克, 并且已布局400千瓦时每千克产品。 国圈高科在去年5月份发布了能量密度高达360千瓦时每千克的三元固态电池, 预计2023年实现量产。 搭载该电池的高核汽车电动车将实现1000公里续航, 以及3.9秒的百公里加速。 此外,青桃能源的半固态电池产品也将搭载于哪寨U中, 与上汽合作车型预计于2023年落地,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看上去固态电池的主力是电池企业, 但实际上,很多车企都参与到了固态电池的研发和布局中, 福能科技背后是戴姆勒、 北汽与青桃能源和蔚蓝星能源联系密切, 广汽埃安与干风黎叶深度合作, 吉利与蔚蓝星能源组成了固态电池研发团队。 目前来看,固态电池被行业公认是解决纯电动车续航和安全问题的最佳方案, 所以任何相关进展都会引起关注。 但小编需要指出的是, 前面例举的所有装车电池实际都属于半固态电池, 只不过是玩了一些文字游戏罢了。 半固态电池虽然名字上跟固态电池很相似, 可实际上,其离固态电池还很遥远, 反而与当前的液态锂离子电池关系更近。 相比液态电池, 半固态电池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, 更好安全性, 更大宽温范围, 但其仍需要电解液和隔膜, 产品形态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创新, 仍属于改良后的方案。 而且, 虽然其能量密度有所提高, 单体能量密度可达到360千瓦时每千克, 明显高于宁德时代, 麒麟电池的255千瓦时每千克, 也高于4680电池的300千瓦时每千克, 可及成本要大幅高于现有体系电池。 同时, 半固态电池存在界面电阻较大的问题, 而这一问题会影响电池的快速充放电, 这对于半固态电池能量密度的优势形成了一定的消耗。 所以综合看下来, 半固态电池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香。 有分析师认为, 半固态电池并不会改变现有锂电池供应体系, 其更适合在部分高端车型上应用, 这意味着其市场空间有限。 宁德时代对待半固态电池的冷淡态度, 似乎也能说明这一问题。 对于半固态电池, 宁德时代也有布局, 但其当前重心明显放在了麒麟电池上。 宁德时代更专注于高涅三元电池改性路线, 而不是混合固态添加剂路线, 坚持走全固态硫化物、高涅三元电池结构创新、 常规古理以及新进的凝聚态电解液路线。 还有机构称, 宁德时代内部专家认为, 半固态电池偏向于投机方案。 换言之, 宁王并不打算在半固态电池上投入太多, 而是将更多资源压保全固态电池技术 这一终极方案。 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曾表示, 固态电池尽量投入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时间在 2025年至2030年。 宁德时代也曾预测, 固态电池的商业化量产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。 当下的半固态电池热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, 又能为相关企业带来多大收益, 仍有待观察。 好了,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现在有车企实现了固态电池的装车, 大家会考虑购买吗?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 最后,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,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,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 关注我的频道,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,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